還有一種現象就是這樣子 由於針跟針的針距是不同等的 距離不太一樣 有可能是這一根針歪掉了 那這一根針就要換掉 要不然會有直條的現象 一種現象就是說 如果毛針 毛針的現象有可能會在這個針槽裡面 這個針裡面的針槽裡面 會有這樣毛毛的毛毛的毛毛的 如果針槽裡面有毛毛的 就表示這一根針就是有針舌歪掉 或者針勾變大 或者針縫有兩個縫 然後這邊是一個針子 然後這兩片斷掉 或者這邊斷掉 也就是說我們的針是長這樣子 然後這邊是一個點 然後針舌 就是這個片 這一片裂掉了 這個片裂掉了 就像這樣子 這一片 這裡裂掉 裂掉以後就會毛針 像這樣子 這邊裂掉 這邊裂掉 這有兩片 對不對 這邊有兩片 這邊裂掉 這邊裂掉 這也是可以造成毛針現象的最大元凶 這個針舌歪掉也會造成毛針破洞 或直條 或一些直向的問題比較多 好 OK 好